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谢谢你 你只保护着我 闹了半天 闹了半天我不是你的夫人 你要快点好起来 不可以吓唬我 听到没有 不可以 不可以 侯爷 夫人呢 是不是已经走了 侯爷别着急 对 夫人还在 这几日她一直在照顾你 现在回房休息了 没走就好 没走就好 既然侯爷醒了 我再去找大夫 来看一眼 先不说这事了 该审的都审过了吗 嗯 让他们签字画押了吗 一定要还夫人一个清白 侯爷放心 都已经审过了 审连城死后 剩下的人全部招供 不仅招供了陷害夫人的事 还招供了京城铺庙一案 接触自他们之手 我那天昏迷之前 好像看到沈连城的身上 也有茶帮的印记 沈连城也是茶帮的人 再帮我好好查一下 看看这蛟龙帮之中 有没有茶帮于你 是 还有一事 沈连城刺杀是突然袭击 元朗却莫名出现 他怎么知道的 我也觉得蹊跷 元朗的动作 怎么会比我快那么多 若不是提前指导沈连城的动作 是不可能那么快到现阳 元朗 沈连城 蛟龙帮 你再帮我好好查一下 这其中必有蹊跷 是 这海风的水 比我想象的要深啊 不想这些了 这几日夫人辛苦了 你要厨子做些好吃的 给他送过去 夫人说 等您醒之后 他就去找龟海昊 要离开这里 什么 夫人 你醒了 好点儿没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 我感觉 浑身麻麻的哪儿都不舒服 哪里吗 手臂 还是后背的伤疼 还是后背的伤清扯到你 清扯到你哪儿 这儿不太舒服 心脏 你心脏怎么了 心脏疼 是不是那个伤 不是 这 你到底有事没事 我 我真是笨了 还被你骗了 大夫都说了 你休养几日变好 已经没大碍了 所以 所以我也要走了 你就这么想走吗 对啊 我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 那还不应该回家吗 而且 而且我也不是聂丧羽 不是你夫人 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聂丧羽啊 所 所以我是寄慢我餐 应该去找我的家呀 我不跟你说了 沐叙我带走了 你好好养伤吧 汤是刚熬好的 还热乎的 真热喝了汤 不吃了 还要来 商人 你咱们真的要走吗 那以后您跟侯爷 沐萱 我不是聂丧羽 我是寄慢 所以 以后别叫我夫人了 改叫小姐吧 知道了 夫人 不 小姐 那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现在 现在我们回归海号 归海号 走吧 去哪儿 什么事啊 有人找小姐 找小姐 是 让她进来 是 人到了 人到了 金万小姐 码头上有个人 自称是小姐您 正在找归海号呢 要我看呀 八成是坑蒙拐骗的主 您不是一直就在船上吗 是 有人敢冒充小 有人敢冒充是我记慢 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把他给我带过来 我倒要看看 是哪路神仙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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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连来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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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 是 是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